阿娇全家尽照曝光。阿娇美若天仙,但看到她的姐姐,所有人都按不住了。 在娱乐圈,说真的不靠修徒的真,素颜美人真的很少见,但女艺人中心童还是靠着天生丽质的容貌,成为了盛世美人的代名词。 阿娇的颜值有多高?实际上,根本不用多少华丽的词早去描述,但她与吴欣被差别待遇这一点就能看出。 别看如今的吴欣是时髦感UPA的女神,还凭极一系列复古极调的照片,拥有了东方奥黛利贺本的标签。 但实际上,她在还没有剪短头发,没瘦身成功之前,与阿娇视圈内出了名小粗腿。 然而,两人虽然拥有相似的身材Buck,但待遇却差得不止一点半点,在吴欣被吐槽吐肥园时,阿娇虽然容易躺枪,但只要网友看到她那张360度无死角的美颜,总容易手下留情。 更厉害的是,阿娇还有个十分强悍的技能,只要避开下半身,都不用特意凹造型,不用修图,随便来个摄影师都能分分钟拍出一张令人忍不住舔平的美照。 如今瘦身成功的阿娇没了小粗腿,不仅在衣品上选择更多,时髦质也是跟着上了好几个level,形象分自然是蹭蹭网上又加了不少。 阿娇这么美,网友自然是对她家人的颜值也产生了一定的好奇,不过阿娇虽然童年的照片看着有点神似母亲,但细看五官其实是与妈妈完全不同,两人看着像更多还是因为早年差不多的发型。 而随着阿娇长大,自主审美后,母女俩长相上的差异也就凸显了。 因此有不少网友猜测阿娇是不是长得更图圆未谋面低娇霸的同时,也忍不住调侃阿娇还不如阿撒看着像娇吗? 至于阿娇同母义父的妹妹中芷音,也是看着更似自己父亲更多,不过这倒不影响姐妹俩的感情,而她年幼时也经常出现在姐姐的身边。 不过随着年龄渐长,忠心童为了让她有属于自己的生活,才不再带着妹妹各种出境。 参考来源